牛津 末将在 下面就是东吴上将甘宁 听说此人 有万夫不当之有 如果给你五百精兵 你是否敢出城和他交战 敢战 这是小将牛津的成名之战 周瑜派上将甘宁为先锋 率兵五千攻打南郡 曹仁想出城迎战 却被手下老将制止 曹仁让众人仔细观察 甘宁军阵虽然表面严整 但阵中却存在很多空隙 这充分说明 经过赤壁大盛 东吴已成交兵 这正是他们反败为胜的绝佳忌讳 于是曹仁喊出牛津 让他率领五百精兵出城迎战 牛津虽然没有名气 但却丝毫不惧甘宁 当场接下任务 等牛津走后 旁边老将看出不对 城下甘宁率五千军马 你让牛将军带五百迎敌 那岂不有去无回呀 为了给牛津助威 曹仁亲自泪响战鼓 南郡城门缓缓打开 牛津给战马插上双刀 带着五百死士直冲敌阵 此时的甘宁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毕竟按照常理 曹仁不应该出战 直到牛津率兵杀到阵前 甘宁才慌忙下令迎战 此时牛津一马当先 大刀横扫甘宁 甘宁阳堂躲过 不料战马上的刀刃迎面而来 多亏甘宁伸手脚剑 一个侧身翻躲过双刀 双方交战第一回合 甘宁竟然差点被牛津斩落马下 但东吴士兵却没有甘宁的本领 面对牛津的双刀杀阵 东吴士兵根本无法破解 很快便被杀得血流成河 牛津在阵中大杀四方 很快引起东吴士兵的注意 趁着牛津不备 东吴数个士兵联手围攻牛津 牛津战马被杀 本人也被摔落在地 但牛津丝毫不拒 不战更加勇猛 手中大刀捂得狐狐身风 瞬息之间 已经反杀东吴几十名士兵 这边激烈的战况 终于引起东吴将领的注意 一员小将趁牛津分心之际 策马急驰而过 一刀砍出正中牛津后心 牛津身负重伤 却誓死不退 此时曹仁还在城上使劲肋骨 突然骨锤从中折断 曹仁心头一震 知道五百死是恐怕全军覆没了 当看到战场局势后 曹仁大喜过望 你好好给我看看 我只用了五百个军事 就把五千敌军 为了筋疲力尽 我的阵脚 全都投乱了 实啊 就是我这五百个弟兄 全死了我都知 曹仁当场下令 城内守军全部出击 务必要在咒语赶到之前 吃掉甘宁的部队 曹仁的复仇机会终于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宁的部队